鱼啊 好多老铁都爱吃 但是在家里面做不好 不是腥啊 就是不入味 今天呢 我就把我的制作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呢 准备轻鱼 我们这款叫轻鱼啊 你们叫啥我就不知道了 收拾干净以后呢 给它两面给人画刀啊 这样是呢 更好入味 手机有电呢 家人们能帮兄弟先点个赞吗 就是照着屏幕上点两下 你看我都这么说了 你就帮兄弟点两下 感谢大家 切点大块葱姜 干辣椒 八角备用啊 这个鱼啊 然后咱们先下锅给它煎一下吧 先放里面说先别动了 定型以后呢 给它翻过来 煎至两面金黄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捞出来啊 捞出来以后呢 锅中放点五花肉 这个五花肉啊 一定要给它炒出肥油来 这样做出这个鱼啊 才能好吃 然后呢 放入咱们切好的小料 加入皮鲜豆瓣酱和黄豆酱 小火的炒出香味来啊 然后下入咱们切好这个鱼 烹出啥呢 料酒 你放点啤酒也可以啊 来点酱油 少来一点老抽就行 调个色啊 然后呢 加入清水跟那鱼一瓶就行 盐 鸡精少许的白糖调味 盖盖啊 炖18分钟 这个鱼啊 出锅以后呢 再撒点酸沫香的 这小味就上来了 你们学会了吗 最后喊上那句话 关注我 也许还真有点用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